从2010年开始开办的数位表演艺术节 今年要邀请五党风格独具的优质数位表演作品 呈现出这些年台湾数位表演艺术的发展脉络 其中包括了2013年在世界剧场设计大展获奖的作品《空的记忆》 还有在国际艺术节广受好评的很多作品 呈现出科技和表演艺术相互加成的无限可能 运入环景摄影及时影像处理等数位科技 呈现出如梦似幻虚实并存的空间 这是新媒体艺术家周冬燕与编舞家周书役 耗时三年的共同创作《空的记忆》 以光影建构出崭新的剧场空间 《空的记忆》2013年一举拿下英国世界剧场设计展 最佳互动与新媒体设计大奖 如今将在数位表演艺术节中重现 难以想象科技感十足的作品是从一首诗开始 其实也还蛮文青的 我就是寄了一首诗给周书役 这首诗是我在英国的时候看到读到 觉得它很有趣 它就讲一个空间面什么都没有 如果你要看到一个什么都没有地方的话 那你就来看我的心这样 西班牙诗人罗卡写的 都觉得好有趣 好有好多意想 然后我可以发展出空间 我说书役要不要来玩一下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要站上台 然后东彦作为一个导演角色 他就是扮演一个外面的眼睛 在观看这个事情的发生 所以然后中间又有很多的影像 然后声音 装置 在我们两个之间 我觉得这个语言的建立 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同样由周冬燕操刀的 还有把玩智慧行动装置的 我和我的五叉时光 常常我和我的朋友 半夜10点 11点 12点 最常使用手机 那这好像成为一个很静默的一个戏剧形式 因为看手机里面有很多的情绪嘛 想说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情境呈现出来给大众 还有我们吃一个饭啊 喝一杯茶 喝一杯咖啡 都要先照一下我们的咖啡 这些生活模式我觉得有很多有趣的部分 可以跟大家分享 曾在爱丁堡与雅维农艺术节备受赞誉 提向舞蹈剧场的作品 Mr.R 一只没有脸的兔子先生 在绚丽的科技声光中 蹦跳起舞聚焦人性议题 作品汇集动力机械投影与红外线侦测 我们设定的它会有很多个皮箱 然后它的皮箱在打开的时候 其实它就触动了它的 那个即时感应的侦测 然后这个感应的时候 就会跟影像做互动 即时的互动 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就会有很多情境的转换 跟空间的变化 都是藉由视觉影像去做呈现 以当代舞团的作品 Wave 维福则是透过肢体结合声光动力装置 探讨人类生存与当代生命的样貌 我们是试图好像在建构一个 城市的发展的过程 然后用科技一个LED声光装置的呈现 去呈现一个由人工所建构的一个大自然 概念很简单就是人要如何在这个 人工大自然下面生存 或者是选择与它共处 那这个毁灭的议题或是毁灭的一个方向 它是否还有另外的解决之道 HH同步感染带来融合实验声响 与电子音乐派对的感官体验 因为我们在演出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想要把我们心中某些概念 传达给观众 那我们觉得这个传达的过程 其实有点像我们在跟观众做同步 以及我们在把什么东西感染给观众 舞党节目15场演出 2014数位表演艺术节 理型科技与感性艺术 交错出表演艺术的新风景